先翻屋顶 刮倒树木 周一 飓风贝里尔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沿海城镇 马塔哥尔达附近咆哮登陆 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0英里 当地12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多个城市发布了山洪警报 截至目前造成至少三人遇难 近300万户居民与商家停电 飓风天气未来几天将持续朝美国内陆行进 浓烟弥漫 天空泛红 西部地区也正经历山火侵袭 这次异常漫长的热浪正在西岸扩大 加州 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等已经受到影响 各地总共向近1.4亿人发出高温警报 加州森林消防局表示 雪栗火灾从7月3日开始在雪栗湖附近肆虐 目前已扩展到4203英亩 陡峭的地形和干燥的天气增加了扑救难度 当局表示灾情还未得到控制 这场火灾正威胁加州西北西斯基游县的社区 私人林地和太平洋山脊步道 新唐电视台实习记者一新 纽约报道 全都是置进的 市面 加州 超大 那 ление 诺